上周美国劳工部发布最新一期数据统计 美国CPI指数继续上涨 既物价涨幅创近30年至最后 CPI指数再创40年新高 12月CPI同比去年大涨7% 并且这已经是连续8个月达到甚至高于5%了 所以相信大家最近购物 一定会感觉到物价飞涨吧 没错 这就是以上血淋淋数据最真实的佐证 面对着死缠赖打的疫情 同时还有今年将要到来的中期选举 拜登以及他的民主党最大的对手 可能就是怎么也压不住的通货膨胀 于是乎近期便有万媒披露 拜登进行幕僚 开始私下联系世界各大国元首 想携手共同抵抗居高不下的物价 这其中 美国近几年以来的死对头中国 可能也会破天荒的同意与美国合作 根据劳工部的数据显示 能源 食品 住房 二手车 新车等价格指数涨幅较大 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是推动当月CPI上涨的主因 能源指数较上一个月环比上涨4.8% 同比上涨30% 燃油指数环比上涨12.3% 同比上涨59.1% 食品指数环比上涨0.9% 同比上涨5.3% 食品类别中 肉类 家禽 鱼类和鸡蛋 月内上涨1.7% 同比上涨11.9% 但是美国物价整体上涨后 工人的工资涨幅并没有跟上相应的速度 我们通过美国劳工部的历史数据可以得出 去年9月至10月通胀后工人实际工资下降0.5% 这一数据是平均食品增长0.4% 被物价飙升抵消的结果 美国通胀飙升背后一个直接原因是 美国政府持续印钞发钱来提升经济 其中部分资金自然而然的流入股市或房地产 流动性持续泛滥 催生了美股普涨的行情 在如此高的通胀数据下 投资者已开始警惕未来美国货币紧缩下 泡沫破裂的风险 部分散户投资者加息预期提前 在历史性通胀数据前提前下车 不过在一波又一波变种新冠病毒凶猛攻势下 美国政府如果停止印钱 可能也会造成国民的崩塌 所以一时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最新民调显示 目前拜登的支持率已跌至41% 创历史新低 另一项由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 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拜登在2021年12月的不支持率 创历史新高达到56% 不过美国总统拜登对此好像依旧保有信心 2022年1月2号 拜登发推文表示 2022年我们将继续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美国 新年快乐 先前他还针对居高不下的物价表示 通货膨胀损害了美国人的钱包 扭转通胀趋势是他的首要任务 他特别指出 当前物价上涨的一个关键驱动力 是能源价格上涨 其政府正在努力降低该成本 当前全球多地面临能源短缺的问题 在极端天际下 居民发电供暖的需求迅速上升 供需缺口由此扩大 由此可见 我们开头提到的 拜登联合其他世界各大国 共和压低物价 看来是筹谋已久 路透社去年11月便报道 由于供应吃紧 造成全球油价冲上数年糕点 美国总统拜登政府 于是和其他石油消费大国 展开一系列的协商 中国同意释出储油 正是这些协商后的结果 报道指出 拜登和几位最高层幕僚讨论到 与日本韩国和印度等关系密切的 盟邦联手释出原油储备的可能性 以及可能与中国携手释油 美国过去几周已透过交换和销售 将储油释出 日本和韩国也皆宜宣布出售原油计划 而长期将战略储备细节保密的中国 则在去年9月进行历来首次公开标售储油 数量约740万桶 占全国单日用油量的一半 路透社还通过消息人士的爆料透露 中国将在农历春节左右释出战备储油 这主要是为了配合美国为拉低全球物价 而协调各用油大国一同释出储油的计划 美国和中国是全球前两大原油消费国 知道两国谈判内情的消息人士表示 北京在2021年底同意释出战略储油 但确切释出油量将以油价水准而定 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说 中国同意若油价超过每桶85美元 就会释出相对较多的储油 若油价维持在75美元左右 释油量则会较小 此外未提供进一步细节 该消息人士还说 中国释出战略储油的时间会落在农历新年前后 不按照历年传统 在1月31号至2月6号期间为中国的农历年假 届时所有的经济活动将暂停 所以中国政府何时出售 我们仍需观望 中美两国自特朗普当政时期开启贸易战以来 可谓是针锋相对 你来我往 这一次竟然破天荒地配合美国来拉低全球物价 也算是百年一遇 不知道拜登政府到底开出了怎样的条件 来说动了这位对峙多年的竞争对手 不过由此可见 美国的物价已经是涨到了国民崩溃的边缘 如果再无法得以控制 恐怕离崩盘的那天就不远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